歡迎回到夢想街57號 陳先生你剛本來說要走 後來又沒有走 然後又跑去重新再聽課 對 就是早上他還是說硬要我去聽課 那我想說好 那我就聽 對 那聽完之後 因為我還是沒有拿到我的電話 因為我一直要有電話才能聯繫 才能上網 那我當天中午我就說 我質疑 我就說我一定要拿到電話卡 對 那其實他 那一天我就不管了 就是他們說不帶我去辦 我就說沒關係 我知道我哪裡有 那我就去辦了 對 那辦了之後中間 你還跑出去外面辦電話卡 就是沒有 回去的路上 就聽完那一堆課之後 回去的路上 他讓你單獨去辦電話卡 沒有 他們跟著我 因為我大概我都有認路 我大概知道說哪裡有 通訊行什麼的 我說那我自己去辦 然後他說他也沒有我辦法 那這時候他就說好 陪我去辦 那陪我去辦 其實中午吃飯的時候 我就開始跟我姐姐聯絡了 那我就說 你就直接晚上幫我訂 好像九點的機票 直接非常上海 對 那中間他們還是試圖的說 又是要阻止我們 那這時候我就跟他說 那我 因為我要去找我姐姐了 那這應該就沒有安全性的問題 那時候你姐姐已經幫你訂了機票了 對 我已經跟他 我上那個 不是當著那些行業人的面 然後打電話給你姐姐說嗎 不是...我都偷偷的用那個WeCheck 對 微信的聯絡 對 那... 然後... 對 就是中間他... 就跟他說 我說是跟我姐姐去的 然後他就... 他就說好 那姐姐應該就沒有人身安全的問題 我跟我朋友說我要走了 那... 這時候他那個... 他上線剛剛好 其實中間一直要留我 他只是剛剛好 就是好像有另外一組人馬來 然後... 就剛好出門 然後我就... 其實用很快的速度 就是... 把我東西收拾你 然後說要走 然後... 但是他其實中途 還有打電話回來說 因為那時候我大概是5點多吧 對 他就說 5點到7點這時候是他們的那個... 計程車的交班時間 你現在叫不到車 然後路上也很塞車 對 然後我說沒關係 那我會直接... 我會直接出去... 出去做 那修換睡機場也沒關係 然後他... 第二通打過來說 又... 差不多5點多打過來說 你還是不要去好了 因為... 你要不要明天再走 對 因為他說 現在路上都在塞車 你現在走的話 你一定會睡機場 那其實我那時候 已經不管那麼多 其實就打行李 然後坐上計程車 然後就直接去機場這樣 後來是真的飛到了上海 對 飛到上海 那... 那你那個... 你那同學呢 你就把他丟在那邊了 他丟在那邊 對啊 因為... 就是他一直想要留你 最後一步是為什麼 其實... 我覺得陳先生 我覺得那個... 那個詐騙的... 那個... 頭髮 還不夠高竿 他高竿一點 我覺得他會被騙 因為他要走不走的 一直留在那邊 他還把客服掉 功力還不夠 對啊 對 他那個功力不夠 那個功力要不夠的話 他真的會被騙走 因為我看他的... 我看他的樣子 應該有可能會被騙 我是覺得不會被騙 因為我第一堂課上完之後 我看他的演唱會 我會被騙走